接著要上個重點叫做比熱 啥玩意兒叫做比熱 同樣的東西吸收了一樣的熱量之後 溫度的變化會不一樣 我們大家都吃一樣的東西 吃完的時候飽的程度感覺不一樣 因為你的胃容量不太一樣 他們能夠吸的熱的熱容量不太一樣 那叫做所謂的比熱 所以有的吸了熱之後很容易溫度就上升 有的不容易上升 我們說這是因為比熱的不同 這是因為比熱的不同 然後我們就這樣定義比熱 一公克的物質溫度變化一度吸 不管是吸收還是放出所需要的熱量叫做比熱 所以一公克上升一度 如果需要吸收0.2卡 比熱多少 0.2 如果一公克上升一度 需要放出30卡 比熱多少 30 有對不對 所以就猜得出來12比熱多少 1嘛 12比熱是1 這當然我告訴你要背 等下告訴你要背 我很好背 它就是1 它就是1 1公克的物質變化一度吸 所需要吸收或放出熱量 稱之為比熱因子 我們的公式就長成這樣了 變成這樣了 H等於2SΔT 還要乘以比熱 還要乘以比熱 OK 所以熱量就是質量乘比熱乘以溫度變化 我講過了 我們未來都是用高溫減低溫 雖然ΔT應該是用末溫減初溫 那比熱的單位就是卡克度 我們先看一下 就像NsΔT 所以從此之後 我的熱量計算公式變成什麼 變成NsΔT 什麼是S 比熱 什麼是S 比熱 質量乘以比熱乘以溫度變化 1公克變化一度吸 比熱0.2 1乘0.2乘1 就是需要吸收0.2卡 OK 這樣做 公式變成H等於NsΔT 好 那你把那個比熱單位看一點注意一下 因為有人問過 有人問過 有人問過 那你注意他 卡克度C OK 下面是克度C 上面是卡 就是1公克變化1度C 需要吸卡的意思 1公克變化1度C 需要吸卡的意思 就是所謂的比熱的單位 所以 從此之後 再說一遍 從此之後 我們的熱量計算公式變成什麼 變成H等於MsΔT 好了 剛才你講過水的比熱多少 1對不對 所以水就是H等於M乘E乘ΔT 依舊省略變成MΔT 就回到原來的公式了 就會變成原來的公式了 所以把比熱帶成1 就會變成原來剛才背過的公式 叫做H等於MΔT 可是那個公式只用在誰身上 只用在水身上 這個公式在誰身上 每個東西都可以用 任何東西 你只要告訴我比熱 我可以進去算 OK 原來那個H等於MΔT 只能用在水上面 這個公式可以用在任何東西上面 每一樣東西都可以用 這就是我們韓比熱的熱量計算公式 就長成這樣 H等於MsΔT 現在已經把你的公式背成這個 這個比剛才那個更廣泛用 所以以後我們都用這個公式來 這個公式來算我們的熱量 當然講過是比熱 通通不用背 如果考試需要用到 考卷會給你 只有一個要背 誰要背 水要背 很好背 多少 1 12比2就是1 只有水要背 其他通通不用背 如果考試的時候需要用到 考卷都會給你 所以你可以不用管它 把水背好就好了 1很好背 OK